我有个朋友非要让我讲讲成都迪士尼 说他看不懂 我说你看不懂就对了 现在每一次火的事件 你仔细想 哪一个是你能看懂的 如果要投票 这几年我身边很多朋友 最高频的词汇就是看不懂 每次发生什么事情 就会过来问我 你分析分析 我看不懂 我都会回答 我也看不懂 但我知道一点 如果我看懂了 这件事情他就火不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看不懂的馆长 聊这件事情前 首先我要说一下 这期视频不评判任何人喜好的高低 只提供一个当下热点事件的视角 叠加保密叠加保密 我写过好几次网红城市 提到过一个概念 叫做市标 这个概念是相对地标而言的 过去的旅游城市呢 主要是通过地标来吸引游客 比如长城 像别山西湖等等 历史和旅游资源越丰富 游客就越多 所以如果说什么是最早的旅游城市 宣传媒界 那百分之百是语文书 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 对于城市的第一印象 基本都是语文书 语文书上提及频率高 描述多的城市 就容易让人心驰神往 直到今天你问我 提到济南会想到什么 我都会脱口而出 快乐向前啊 济南的冬天 而所谓市标 顾名思义 是一个可以让游客 深度参与的事件 城市只是提供了一个空间 比如说成都迪士尼 本身只是一个 全国随属可见的健身器材 但是有了谢地 我要diss你这个事件的加持 最终成为了网红们的拍摄素材 进而得以成为一个梗 在网络上传播 无论是去那打卡的人 还是在线上使用这个梗的人 包括我这类进行评价的人 实际上都参与到了 这个市标的建设当中 大部分网红城市的现象 基本都可以用这个概念去解释 但是近两年的类似事件 跟过去相比 有两个比较鲜明的特定 第一是地带速度越来越快 从去年大火的自波烧烤 到年部的尔滨 再到今年的天水麻辣糖 和最近的成都迪士尼 中间间隔的周期越来越短 留给大家消化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当然理论上 我们可以同时容纳两个 甚至N个城市一起出现市标 但这个就像是春节档电影一样 虽然上了七八部片子 往往赢家就那么一两个 更何况相比看什么电影 去哪儿旅游 是件选择成本更高的事情 同时呢 降温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自波烧烤火爆了一个多月 假期结束 就开始有媒体报道 推销后的自波烧烤业 出现了大量的门店转让 复制自波烧烤的天水麻辣糖 也有类似情况 有人专门花钱去天水学习麻辣糖手艺 然后回家开店 结果经营18天就关门了 成都迪士尼更不用说 半个月不到 就没什么人光顾了 甚至这个梗都快过期了 下次见到 应该是在明年的春晚上 第二呢 是随机性越来越强 这就是很多人说看不懂的原因 我们过去分析网红城市 往往是有迹可寻 比如早期的 依靠地标的旅游城市 我们可以策划景区 投放广告来吸引游客 再或者像丽江厦门这种 采中了文艺小清新的审美风口 以及后面运营占比 更大的阿纳亚乌镇等等 乃至第一批 依靠短视频活起来的城市 重庆 西安 长沙等等 普遍都在大家的理解范围之内 这里有个很好判断的方法 就是你跟你的爸妈解释 这个城市它为什么活了 如果爸妈能听懂 觉得哦 原来如此 那它就是在一个理解范围之内的 到成都迪士尼这里 我相信很多人 遇到了一样的困境 没有办法解释 总而言之就是抽象 我看了一些分析 成都迪士尼 为什么会活的文章 坦白讲 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胡说 就是很多人无法接受 这个世界上有自己不理解的事情 于是只能申办一套自己的逻辑 让这件事情符合自己的认知框架 这样才能安全一些 我摊牌了 作为一个经常分析营销的博主 我承认我就是看不懂成都迪士尼 但是我们得接受 这个世界上就是会有 你不理解的事情发生 甚至这样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 每当我看不懂一件事情怎么活的 并且它确实很活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自己 说明我至少和这一部分人 失去了连接能力 而正是这种随机性 表明类似的世表 是无法被策划的 我为什么说要接受不理解这个事情 因为当下很多策划就是这么干的 大家应该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你做完一份工作 领导和甲方非得让你解释 为什么是这样 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要把这个策划 纳入到自己能理解的范畴之内 殊不知这就是我开头说的 如果这个事情你能理解 它可能就活不了了 很多策划者会带入一种上帝式的 觉得自己排兵不振 料事如神 指哪他呢 但现实情况其实是战争迷雾 符合自己认知的 解释得通的未必能成 如果我们分析自博烧烤 当然你可以按照逻辑 说首先咱们要有一款美食 通过这款美食 吸引年轻人来吃 来复制自博的模式 譬如天水麻辣烫 但实际上 国内哪个城市 没有一个两个特色食物的呢 缺乏文旅资源的城市 个个都想复制自博模式 但是随机性这次 只降临到了天水头上 而且声势上也不如自博当初 自博烧烤 哈尔滨 包括这次成都迪士尼 其实都带有很强的随机性 我觉得这些地方做的最好的 其实是当地 充分尊重了这种不理解 很好的利用了随机性 很多人问 下一个成都迪士尼在哪 就和当初问 下一个自博烧烤在哪一样 没有答案 因为下一个无法策划 连带速度快 随机性变强 这两个特点 我认为都指向一件事 就是这些网红城市 越来越短视频 这里的短视频 不只是承担一个媒介的责任 当然这些视标 都是因为短视频传播的 而是视标本身 就更像短视频 你看现在这些城市的视标 是不是和短视频一模一样 越刷越快 并且突然爆火 然后人们无法预测 下一个视频是什么 你费尽心思 严谨细致地策划失效了 相反随意地牢骚 无意捕捉的细节 却精妙地戳中了 一部分人的点 随即抽象越来越多 参与者和表示看不懂的人 也尽未分明 有一本书叫做 《社会的麦当劳话》 作者提出了一个理论 就是社会逐渐拥有了 快餐店的特征 比如高效 可计算性 可预测性等等 我觉得现在完全就可以 提出一个新的理论 就是社会的短视频化 很多人不喜欢短视频 但无疑现在很多东西 都逐渐带有短视频的特性 这就像美食家 或许看不上去无伴 但是快餐店 还是开遍了全世界一样 打比方说 大家都知道 短视频有1.5秒原则 如果你在1.5秒内 没有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它可能就会迅速滑走 所以开头如何吸引注意力 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 虽然这种开头 抓注意力的方法 不是短视频发明的 短视频却是把这个方法 用得最极致的 以至于如今方方面面来看 慢热都是流量的敌人 如果我要做一部动画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大量的经费 砸在第一集 第一集如果能引起广泛讨论 这部作品至少能成功一半 即使后面是平均确准 也能吸引大部分人看完 再不及 把第一集做好 才有可能有第二集 第三集 因为对许多作品而言 同期上映的 都是精神对手 一步先步步先 谁最早把观众的 注意力拉过去了 讨论的话题都是他 其他对手就很难 把这个优势掰过来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比如我说的随机性 因为观众选择 内容的成本越来越低 动一动手指就可以 所以过去许多 常规的刺划思路 就会失效 现在的人 什么没吃过没看过 能不能火 它其实成了一个概率问题 由此 我们甚至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 短视频因为随机性 所以不断去模仿和重复 就变得很重要 一个梗火了 迅速跟进 然后不断重复 可能某一天流量 就砸到了自己头上 这也导致了内容的同质化 城市的视标 或许未来也会有 类似的情况发生 既然不理解爆火的原因 按摩模仿爆火的条件就行了 视标或许也会 如过去的各种 差不多的小镇 差不多的文旅产品一样 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如果说要怎么去面对 逐渐抽象的世界 我个人的看法 仅代表我个人的 就是适度放弃一些理性 我觉得相比思考 如何制造下一个成都迪士尼 不如做好 如何承接流量的准备 虽然成都迪士尼 这个爆火令人疑惑 但是当地 还是立即选择了跟进 做好后期工作 获得了好评 这一点 无论是自博还是哈尔滨 都是类似的 看不懂也很正常 毕竟 一个魔幻的世界 可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解释 消费商业洞见 近在IC实验室 我是关照 我们下期再见